武林现在已经变成人类历史上最热销的车了 至于每五秒钟就能卖一辆 这辆车在我国的任何村庄都能够看到 它是怎么变成我国神车的呢 一 爆炸抄底谁都能买得起 两万九千八百元就能够把武林买回家 变成我国神车的榜首因素 即使老百姓买得起 二 精人的承载量 可承载两千只啤酒系数放下 空间大到能够改装是豪华房车 看比火车的内部无穷空间 单转也是没有问题的 三 超强的越野功能 有车的当地就有武林 这些面包车进葬途中 专门是用来运送背包客和骑行者 尽管路途泥泞 但照旧强悍 关于越野 武林是有愿望的 四 安全气数极高 当路虎遇上武林 轮子被撞飞 而武林紧紧旁边面挖线 喷下其随时能够上路 当兵力遇上武林 这下更惨 轮子直接没了 当法拉利遇上武林 发动机盖以张口 武林却纹丝不动 当莱布基尼遇上武林 也归于自不量力 五 射水才能强 能够当潜艇 同样浸泡在水里 劳斯莱斯熄火战败 这下你该信任武林的射水才能吧 六 抓住消费者的诉求 武林品牌口口相传 但某些职业中 武林车简直已经变成了一种品牌的确保 送货 经商 载人的都开武林 常常看到表面沧桑 却照旧牛血冲天的武林面包车 让人由不得敬佩心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